苹果迷聚在一起 拿起手机试试看最新功能 国迷们等了好久 终于看到最新发表的手机 二号华尔街日报报导 电子邮件软体 BlueMill的更新版 被苹果公司卡住 因为新版加入了 ChatGPT开发商OpenAI 所开发由语言模型工具 GPT3 理由是担心AI人工智慧 对儿童有害 ChatGPT通过AI生成内容 来回应使用者 是最新科技技术 但AI驱动聊天机器人 才刚开始起步 初步研究结果 与生成事AI对话 充满未知性 已在舆论界成为讨论话题